關子斌最近跟陳家樂、楊天宇主持節目三夫當關 他們大講拍親熱氣的點滴 Kenny自爆曾經試過被女演員強行蝕問 因為那個女生那次是新人 因為她拍之前很緊張 我不會很緊張 一來到就好像你平時跟男朋友親愛的 我說過這樣的話 所以她不是錯 你暗示錯啦 突然我眼睛增大了 為何有點不妥 我突然伸了過來 然後我閉上我嘴巴 Kenny就不肯說對方是誰 翻查紀錄 她曾經分別跟內地女星趙麗穎、孫雪凌有過嘴戲 趙麗穎演戲經驗豐富 應該就不是她口中的女生人 而孫雪凌入行日子尚淺 不過跟Kenny合作之前都拍過幾套戲 相信都不是嫌疑人 去年Kenny在電影《墮落花》 和《溫碧霞》和《郭逆森》 有多場激情戲 不過這兩位都似乎不是Kenny所爆的嫌疑人 至於連絲瓦透露 遇過男拍檔身上有極濃的煙味 令她不太舒服 我之前有試過拍攝 但那個人是吃煙的 他入了血 每一個部分 她手碰一碰我 她全身 我覺得如果是那一天拍 那一天不要吃那麼多 有些不太尊重對手 而惠斯雅就分享她遇上鹹豬手的經歷 有一天我拍完一場戲 有兩個工作人員 女生 一左一右跟我說 在我耳朵邊說 你不用怕 我們會在你旁邊 我們看到了 我問是否有鬼 不是 因為那個男生 我們覺得他越來越怪怪 他做一些多餘的事情 例如 他不用拍的時候 可能在化妝間 他會這樣抱過來 然後不僅是 他對所有的 無論是工作人員 他都是這樣 無論如何 拍攝熱器 最重要是有演員到得 事前溝通清楚 就可以避免誤會了